说起潘伟博,也是一名资深歌手,和选子的那首不得不爱,当时可是火遍了大街小巷,不管多大年龄的人都会哼唱几句,小编选子还能张嘴就来几句呢,之后和无星合作参加了恋爱节目,他们俩组成的无尾熊CP更是深受大家喜爱,潘伟博没有女朋友这件事大家都知道。 后来和他组成的无尾熊CP,在节目里那些秘境,就像真的恋人一样,很多网友也直呼,你们在一起吧,现在突然宣布结婚,很多网友觉得应该就是合无星的了。 不过之后救援爆出,我们相爱吧,其实是在炒作,潘伟博其实早已经有女友了,很多人都替无星感到伤心,毕竟在节目中可以看得出,无星这次应该是动了真感情了。 节目结束的时候,也是哭得最痛的一位女嘉逼了,原来潘伟博在上海有一场演唱会,这场演唱会也和他的品牌有关,上台之后的他突然宣布自己要结婚的消息,李传也是震惊不已。 后来潘伟博解释原来那天刚好是他和李成合作创办的品牌十周年了,他把这个品牌已经当成了自己的亲人,所以要和品牌结婚,潘伟博突然宣布自己婚讯,网友在得知新娘的真实身份后,也表示让无尾熊CP粉狠狠地虚惊了一场那,你的女票也是够特殊的啊,恭喜恭喜。